六十八岁一个男性 出现了一个症状是胃的一点 就是上腹部有点肿 这个胀 有点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做胃镜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肿瘤 在胃的那个情形 事实上它的一个范围 蛮大的 这是大肠镜检查的时候 大肠也有肿瘤 这个都恶性的 还不止这样子 这是我们电脑断层 从正面看的时候 这是肝脏 这是胃 所以这是肿瘤 在胃的这个地方 也可以看得到 那胃旁边这是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也有肿瘤 所以这是一个三个 恶性的一个肿瘤 在这个病人的一个身上 所以这个是看到这个诊断 这个肯定是 有点地狱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有没有办法去逆转 这么样的一个危机呢 所以外科医师 还有肿瘤科医师 大家就要合作 因为一开始一看 这个很复杂的一个疾病 能不能把他的一个 癌症的一个范围 控制住缩小 然后再进行手术的话 这达到的效果会好 所以先给他化学治疗 免疫治疗 再来对抗胃癌跟大肠癌方面 再用标靶治疗 来对抗这个奢侈肠的 这样的一个肌脂瘤上面 那经过一段时间 这是经过十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可以看到这个肿瘤原来在几乎胃壁 胃的一个外壁这个地方 几乎整个都站满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变得有点比较控制住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来进行手术的一个治疗 这个手术治疗就范围蛮大的 包括胃的切除 皮脏部分 胰脏的切除 大肠部分的一个切除等等 这个复杂的一个手术 但是透过这样复杂的手术 把它切下来以后 胃部的这个肿瘤 确实范围就缩小很多 那么整个便逆转成为 第三期的一个状况 这是大肠在切下来的这个情形 这是十二指糖 切下来的一个情形 这个手术完以后 不是代表就结束 当然后续治疗还是要 但是在开淘房中就同时做了这个温热的一个化疗 意思就是说温度比较高 42度左右的时候 这个化学治疗的一个药品的穿透性会比较好 所以对于看不见的一些肿瘤 转移也有可能可以把它控制下来的意思 所以天堂地狱之间 还是要用心的去引导 谢谢大家 记得订阅分享哦